大家好,欢迎收看柏林不一样 我是Elvis 人家说啊,一入宫门深四海 没想到这个德国同事间啊 也会上演公斗剧 所以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德国职场间的生存之道 遇到职场公斗的时候 就会非常后悔当初 为什么没有把贞款在看好看慢 现在想要在德国临时抱佛脚啊 却因为区域限制的关系 没办法收看 这个时候呢 就要感谢我们这一集的赞助商 SurfShot VPN 它在超过100个国家里 拥有3200多台伺服器 只要你把IP位置定位在想要的国家地区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加上它有CleanWeb的功能 你再也不需要担心 各种钓鱼网站 或是恶意城市的攻击 只要打开我们的专属连结 或是输入我们的折扣代码 Surf Blink 立刻享有1.7折的优惠 一次订购2年 再送你免费3个月 还有30天的保证退费政策 这么厚康 是不是要赶快去用用看 那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 我是如何从答应开始 一路进阶到我的贵妃之路 想要在这个德国职场活下去啊 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好做满 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一进公司 看到同事就要立刻跟他们打招呼 那下班的呢也不要忘记跟同事们说再见 因为关于打招呼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忽略 像以前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 早上一到柜上啊 一定是先安静的吃完早餐 那等到打卡之后才会开启贵哥模式 会出去展开贵哥社笑容 跟大家打招呼说早安 然后开始跟林贵同事聊天打屁 那下班呢就更不用说了 明明前一秒大家一起上班的时候 都还开心的聊天很欢乐 时间一到人立刻直接消失 人间蒸发 不会跟大家说再见 第一呢 因为可能别的同事还在工作 我们觉得不要去打扰到别人 那第二呢 也不要这样大张吉鼓的告诉大家说 我下班了哦 好像有点默默在炫耀的时候 你们还在这边做苦工 老娘我要去爽了要下班了 但是在德国就不一样了哦 我当初刚来德国工作的时候 就像一只单纯的小白兔 什么都不懂 就因为没有上下班跟同事打招呼 被苦管盯上 同事他们来上班的时候 一进到卖场 就会非常热情来跟所有人打招呼 而且还会附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你也知道我们台湾人 其实没有这种习惯性的 跟别人做身体接触 所以他们叫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是圆圆的这样 微笑点个头而已 那下班的时候呢 大家就会可以上演那种18项 说好舍不得要离开大交 然后每个人都会这样跟你说 哦 再见 然后附上一个拥抱 我一开始就没有养成这种 要说再见 然后打招呼的习惯 所以呢我都会 那同事就会手伸出来这样 然后看我都没什么反应 就会很尴尬 默默再把手伸回去 然后我就说哦 Ciao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我上班的时候 都没有特别跟大家说hello 那我下班的时候呢 我自然的也就是这样 默默打卡然后就飘走了 所以一个月过后呢 我就被我们店经理约谈了 他就很宇宙心常问我说 Elvis啊 你是不是不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 然后我就说 没有啊 我很喜欢在这边上班啊 他就说 那你为什么上班的时候 都没有跟同事打招呼 下班的时候也不会跟大家说再见 我这样回他说 蛤 我不知道耶 原来要打招呼跟说再见哦 那他就发现说 哦 我是无心之过 那他就提醒我说 那你以后就是记得 要跟同事打招呼 然后离开的时候要说再见知道吗 不然别人会误会你说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边的工作环境 或是不喜欢同事呢 所以呢 我跟你讲哦 现在就超级热情 只要一早 踏进我们店里门口 我立刻开百分之百的贵哥模式 直接水饺笑到太阳穴 然后跟大家说 早安 Good morning 下班了 我也没有在马虎的哦 我一定会 每一个同事都给他一个大大拥抱说 Dieu 就祝他下班愉快 然后我自己下班呢 我就会说 哦 Biz Morgan 我们明天见哦 好像很依依不舍跟大家说再见 然后很期待明天继续跟大家上班 殊不知呢 我就想赶快回家 躺平追剧 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常说 合理的要求是训练 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 所以呢 我们常常在职场受委屈的时候呢 眼泪都是往肚子里吞 然后阿信上身 就会觉得说 啊 没关系 忍一忍 风平浪静 不要计较太多 遇到不平等的待遇呢 我们可能还会检讨自己 觉得说千错万错 都不是别人的错 可能是我的错 是不是自己做的哪里不够好 所以才会被别人讨厌 可是在德国呢 有委屈 千万不要放在心里 你一定要勇敢的说出来 不管是跟同事的相处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 有什么不相妥协的坚持 你一定要让主管知道 像因为我们住在柏林的市中心 那离我工作的地方就比较远 那去到那个地方呢 所以如果错过了这班火车呢 就要等一个小时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主管还蛮常排我到币电班的 币电班是8点半 可是我唯一一班的火车呢 是8点20分 所以如果我上币电班的话呢 我就要在荒郊野外的火车站 多等一个小时 9点20才有火车来 那我常常回到家的时候呢 已经是快要晚上11点了 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说 因为我们以前在台湾上班的时候呢 都会想说啊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这份工作 那你就要自己想办法克服这个困难 对不对 很多人一定都是这种想法嘛 因为这工作是我选的 我就要盖瓜城的时候 所以我就这样子 忍耐了大概半年左右 渐渐跟同事比较熟之后呢 我就会透露说啊 我家里住好远哦 每次上币电班呢 我回到家都已经11点了 那同事就会说 你要跟店经理讲啊 你跟他讲了之后呢 他就不会派你到币电班了 我最后终于鼓起了勇气 去跟我们店经理说 我们家住好远 我真的没有办法上币电班 没想到我们店经理这样回我说 你应该要早点跟我说的啊 那我以后就不会再排你到币电班了 以后你的晚班最晚就到8点而已 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呢 这种情况 如果是以前在台湾的话呢 你就会被主管说 哪有人还可以选你要上什么班的啊 大家都要公平啊 今天每个人都有到币电 为什么你可以不用到币电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压抑德国主管 这么开明 我之前在德国打工度假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这间公司上班了 那我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呢 我就回台湾结婚了 等我办完 疫情签证之后回来 我又继续回来公司上班 那因为刚回到德国嘛 所以其实我的德文呢 早就忘光光了 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来重新适应 所以刚开始同事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呢 他们必须要重复讲很多遍 或讲比较慢 我才能理解 那有一位新来的资深阿姨 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新来的小白兔 想要弄我弄我 他就当着我的面哦 跟其他同事抱怨说 这个人啊 连德文都讲不好 他到底凭什么来这边上班 以前认识我的同事呢 他就帮我辩护哦 就说 他才刚从台湾回来而已 这样是正常的吧 而且他事情都做得很好啊 我不觉得Elvis有什么问题 当下听到资深阿姨这样讲我 其实心里还蛮难过的 很久没讲这语言 本来最后有点没忘记吧 对不对 也不需要这么苛刻的 讲我的坏话吧 那你好歹背后讲 你在我面前讲 给我听是什么意思 那接下来这个阿姨呢 就更变狂加烈的欺负了 比如说 如果我们一起上晚班的话呢 因为他可能来之前没有吃东西 他肚子很饿 所以他都会想要提前去休息 可是因为我比他提早下班 所以我一定要先休息之后 才能轮到他 所以呢 他都会很过分的一直催促我说 你现在就去休息啦 明明我才刚上班 两个小时而已 他就叫我去休息 那我接下来六个小时怎么办 不要再那么久 后来有一天呢 我真的就是受不了了 他再叫我去休息的时候呢 我就去跟主管说 我才刚上班 他就一直比我去休息 对我造成困扰 然后主管去跟他聊过之后呢 他才可以这样的行为 所以现在都会变成他会主动摸说 elvis你想要去休息吗 如果我回答说 哦不想 我时间还没到 我要晚点去 那他也是摸摸鼻子就走了 可是他就在旁边跟其他同事碎嘴说 哦我好饿哦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我也是不娘他 而且他就会炸融着自己年纪比较大 常常趁主管不在的时候 就开始越足代跑 指挥我们大家做事情 那这个故事呢 是另外一个刚新进的同事跟我分享的 他说他刚来上班的时候呢 这位阿姨都会盯着看他在做什么 有没有看客人 那他明明就是很正正在顾客人 可是阿姨都会这样子哦 看着他 然后叫他的名字 比如说 诶 send me 然后就这样 指着客人 就是叫他说 你也这样盯在客人身上 这个同事呢 他想说 可能因为我是新人 被定是正常的 没想到啊 过了三个月之后 这个阿姨还是依旧自我都会对他比出这个动作 非常的没有礼貌 那有一天呢 他在比这个动作的时候 那个同事就受不了了 他就直接走过去 跟他说 我已经来很久了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都有在顾客人 不用你用这个动作来告诉我 然后那个阿姨这下就尴尬了 他就手还这样说 没有啦 因为我以前在别的地方也是当主管的 我就是习惯这样子 会大家做事 然后那个同事就这样看着他 就跟他说 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主管了 我们都只是员工而已 没有人谁是主管 你不需要这样 之后这个阿姨就开始收敛他的这种种种行为 我真心觉得呢 这个阿姨真是集结所有德国人的缺点 尤其是他 特别爱打小报告 那因为我们的商品如果要从仓库拿出来的话呢 就一定要检查说有没有商房烙气 有一次我就是没有仔细检查 他不小心忘记装房烙气就拿出来卖场不过了 结果被这个阿姨看到啊 他立刻手刀冲进去办公室里面 跟我们副店经理讲说我没有装房烙气 就把东西拿出来卖场放 然后呢我们副店经理就出来跟我讲说 哦Alvis你下次要注意东西拿出来卖场一定要装房到齐哦 这个时候我整个理智线瞬间炸裂 我超火大 我就跟我们副店经理讲说 我承认我有错在先 可是你不觉得他这个行为很不OK吗 同事之间不是都要互相cover一下吗 就算他看到了 他也应该事先来跟我讲啊 说哦你下次要注意哦 而不是直接跑进去跟你打我的小报告吧 那这样子的行为你觉得身为同事OK吗 那我们副店经理听完之后呢 他思考了一下 他就跟我说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 每个人都会犯错 他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 我去跟他说一下 之后呢我在店里啊 这个阿姨对我连屁都不敢放一声 从此我跟他的地位就在这间店平起平处 德国同事之间呢 很少会去聊到私人的生活细节 就更不用讲说要去跟 跟德国同事去聊其他同事 或是主管的八卦了 因为我跟你讲啊 这个德国人的嘴巴 一点都不紧 你只要跟他讲出去的事情啊 他一定都会去跟别人说 我跟你讲 你不要再去跟别人讲 之后呢 这个不要再去跟别人讲 最后一定会穿回我的合理 上次我们拍柏林跨年影片就有提到说 自从我们店里来了一位卖场经理之后呢 我们店就开始展开了人事大乱斗 那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 怕有些新观众不了解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事情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一支跨年的影片 事情呢 就是我们的副店经理 他想要秘密送一个圣诞礼物给我们的店经理 所以呢 他就开了一个私人群组 考虑送圣诞礼物给我们的店经理 后来过没几天呢 他就要去群组说不送了 因为他跟我们店经理吵架 后来我们店经理甚至还在工作群组说 圣诞聚餐要取消了 就没有了 然后大家就一头雾水 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去稍微打听了一下之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是我们这一个新来的卖场经理 他去跟我们店经理打小报告 他说 我跟你讲 我们有一个秘密群组 想要送圣诞礼物给你 可是呢 里面有同事在讨论说 你的坏话觉得你不够好 一天到晚在出trouble 我们这个副店经理要帮你擦屁股 那后来呢 他们大家就决定 不要送给你了 这个卖场经理挑拨完他们之后呢 他就开始对店里其他同事上演 我是主管 你们通通都要听我的 就变得我们店里的人都非常讨厌他 尤其是我们店里最资深的姐姐啊 他是我们主管 新丰的挂名supervisor 他就觉得说 哎呀 他这个挂名supervisor的地位 被他这个正在考核的卖场经理给威胁到 那他们彼此就有点小心结 但是呢 我是属于那种人人好不沾锅类型的人 就没有特别选边站 却没想到啊 我竟然成为了这一场人事大乱斗 压倒骆驼的最后那个道场 那因为我们的班表呢 上面都会排定说 每个人每天上班的休息时间是什么 那前面我就讲了嘛 所有人都知道说 这一块就是我的地雷 就是千万不能催促我 叫我提前去休息 那今天这位卖场经理呢 他可能出现之独 他不知道这个潜规则 他那一天就叫我说 Elvis你现在就去休息 那我就跟他说 不要啊 还那么早 我才刚来两个小时而已 太早了 我晚一点再去 那其他同事呢 也附和说 对啊 现在还那么早 他晚一点再去就好了啦 这个时候那个卖场经理 他可能想要表现出 他是主管样子 他就用命令式的口气说 你现在就要给我去 然后我也是不甘示弱 你也知道毕竟我有点小资深 我就说 好那我去问一下店经理 说我要不要现在休息 然后我就进去办公室 问店经理说 那个卖场经理叫我现在休息 可是我才刚上班两个小时 我有一定要现在休息吗 然后我们店经理就说 没有啊 你才刚来了 你不用休息啦 我叫副店经理去跟他讲 然后副店经理就出去跟他讲了 之后呢 我就回到卖场上了 这个时候 我们那个supervisor姐姐 不知道哪一根金骨盾 他就跟我说 那没关系啦 你就再过半个小时 你再去休息就好了 那我就想说 好吧 虽然离我表定的时间 还有一个钟头才轮到我休息 那姐姐都这样讲了 那我就先提前去休息好了 可是呢 我回到办公室之后 我就打电话 跟我老公抱怨说 哎呦 他们又叫我poser了 可能这个poser关键字 太大声了一点点 我们店经理就 开门这样冲进来说 你为什么现在在休息 是谁叫你休息的 然后呢 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他就已经冲出去骂人一顿了 搞得大家忍养麻烦 每个人都冲进来问我说 现在是谁 到底是谁叫你进来休息的 是那个卖场经理 还是那个资深的supervisor姐姐 那我就哑口无言 我想说 为什么事情闹得那么大 然后我就开始落泪 然后我们店经理什么都没说 他只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副店经理就 到我到旁边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 新来的卖场经理 我就说没有啊 只是他有时候 有一点点机车 然后我们副店经理就说 没关系 整间店的人都讨厌他 他还在考额 他的所作所为 大家都看在眼里 后来呢 我休息完一踏回卖场 这一个卖场经理 立刻手刀冲过来 他就跟我说 tune me a light 对不起 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你是我最喜欢的同事 你知道吗 都是那个资深姐姐 很爱乱说话 他都喜欢挑拨我们 那这时候他就离开了 我们副店经理 立刻飘过来说 你不要理他 他死定了 那天过后呢 那个卖场经理 就请了三个礼拜的病假 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他 所以算是我 结束了这一天 公购自己的大乱战 从一个小小的答应 现在一路从贵人 现在已经升到飞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 跟我们店里的 资深姐姐们 平起平坐了 如果你在工作上 又跟同事间上演 精彩绝伦的公斗剧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好不好 那反应热烈的话呢 我们这个贵哥系列 也就会继续下去了哦 那看完影片 不要忘记要订阅我们哦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